目前新台馬輪即將進港 新台馬輪終於停靠花蓮港 民眾提著大包小包下船轉乘接駁巴士 一點都不怕麻煩 因為開密颱風重創鐵公路 宜蘭花蓮路上交通 從24號開始已經中斷至今 還沒修復完畢 因為我要回來花蓮上班 因為北迴斷掉了 所以我就只能炸車路 然後又不想搭南迴 28號上午 新台馬輪載運300多人 從宜蘭蘇澳到花蓮 手上船班還沒消化完 就有人到等著要搭船 給大眾可以有很方便的回 回這個回家的這個交通工具 要回臺北就醫 所以就交通中斷 所以就只能搭船的北上 從宜蘭到花蓮 以往車程大約一個多小時 可是公路鐵路中斷過後 就必須逆時針改走南迴 繞臺灣一圈才有辦法到達花蓮 快的話至少也要8到9個小時 交通路協調 高興臺馬輪幫忙接駁 移化兩地旅客 將交通時間縮短為三個小時 現況的話是28 29 30 那現階段還是以這個備員的角度 先來做處理 先來做處理 那後續有關這個所謂的維持 暗色公路的部分我們再來評估 接駁船自從28號開始連續三天進行接駁 每天最多可以載送六百四十二人 車輛也可以登船可以容納小客車四十五輛 或是大車十八輛 河人到崇德間 颱風期間土石流淹沒軌道 原定29號就要搶通的東正線 但因為土石規模太大延後到八月三號才能搶通 森林山過後花蓮山區地質脆弱 東部幹線多次受損 台鐵董事長杜偉證實已經啟動改線的評估計劃 近期新聞卻逆旅傳媒財報道 立刻下載經紀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